刘天驊是一位音乐老师 然后他会演奏许多的西洋乐器 但是呢他特别热爱民族乐器 就是他们自己的耳鼓啊 琵琶这些之类的乐器 他学西洋乐呢 就是为了要丰富他自己喜爱的那些民族音乐 音乐会里呢 我会演奏刘天驊所创作的所有的十首二不独奏曲 包括他的处女座《病中营》 《病中营》呢 可以说是他的最代表性的一个创作了 他是代表一个人呢 就是在逆境当中如何去奋斗 如何去摆脱他的逆境 《病中营》里面就有很多很新颖的一些技巧 包括二胡第一次用轮子那些在左手上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上滑音下滑音来模仿软轿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作品 《病中营》的曲呢 有很多很多诠释的方法 你可以拉得很民间化 滑音特别多啊 然后还有很多打音之类的 或者呢你可以拉得比较干净 很小提琴 他们如何去诠释一段旋律 我呢 我就会找一个平衡点 我会用我的现代人的一种想法 然后来诠释这种曲 然后尽量找到一个我自己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Daryl姓中华 来临的6月30号 天籁升华 刘天华二胡作品音乐会 我们在滨海艺术中心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